那今天Community Team新增35,594例本土病例 今晚一路有236例 另外死亡个案有30例 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增加1574例 增加了4.6% 那今年到9月9号 本土病例总共556万9,412例 那今天新增了114例的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 那今年迄今中重症总共25,039名 其中9,401名死亡 那目前轻症无症状者占全部病例的99.55% 另外昨天总共接种31748人次 那疫苗接种的人口涵盖率第一剂93.2% 第二剂87% 追加剂的接种率72.6% 第二剂最佳剂接种率9.9% 其中65岁以上接种率是35.3% 那今天无特殊死亡个案 那有两例儿童特殊重症 都是MixC 年龄介于2到8岁 都无慢性病 皆未接种疫苗 那截至今天 儿童重症总共206例 包括脑炎31例 肺炎22例 心肌炎1例 败血症3例 下口10例 家宫死亡7例 密子西有129例 共病3例 所有儿童重症 其中31例死亡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